相信你也一样 在上小学的时候 不管是国文科还是美术科 都曾画过辉煌条纹 14条红白条纹 左上角的蓝色方块中 有一弯星月 还有一颗14角星 趁着831马来西亚独立日 政府机构、商家甚至大学 都纷纷上载贺图应节 但是却被网民抓包 国旗的图样设计 似乎和原版有点不一样 其中政府部长、议员 还有政府部门纷纷被抓包 阿兹敏的贴图 共有8道条纹 犯下条纹错误的 不只有阿兹敏 联邦直辖区部社交媒体的 国旗贴图也只有13道条纹 就连贵为教育机构的 吉兰丹大学 最后一道条纹也错置为红色 反对党的火箭和蓝眼的 荣佛州议员 邹玉豪和沙鲁定 也犯了同样的错误 但除了政府部门和政治人物弄错 一些商家也搞错了国旗 甚至有到17道条纹 清体部秘书长也加到了15道条纹 虽然他们当中有许多人 已经及时改图灭火 但是已经被网民截了图 在留言区炮轰有关单位 画错了国旗 该严厉惩罚 联邦直辖区部 在帖子发了接近一天之后 才做出反应 应有联邦直辖区部长 阿努亚穆沙 副部长山达拉的贺图 以做更改 趁着国庆日 来回顾一下 这面辉煌条纹上的各元素 有什么含义 红色代表勇敢 蓝色代表团结 黄色是王室的颜色 新月则象征 伊斯兰教是大马的联邦宗教 而十四角星又称联邦之星 象征马来西亚13州 与联邦政府团结一致 而7道红色和7道白色 相间的等宽条纹 则代表13个州属和联邦政府的平等关系 经过今天惨痛的教训 下次我们画国旗时 可要注意一点了